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受医师杨静宇 最近的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热 有时候真的下午出门的时候 好像这个太阳会咬你一样 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 那在这个炎热的当中呢 其实对我们老孩子最常碰到的问题 最近大概就是像第一类的皮肤病 然后第二类呢 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有关于胰胀炎的问题 因为胰胀炎呢 它其实我们晓得在 就算是我们人来说的话 它胰胀的发炎 甚至于说胰胀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都往往是最后才会发现 而且几乎很难侦测到 因为它常常会躲在 很多重要的器官的后面 所以即便是用超音波等等 它都对它的不正常的一些结构上面 都很难能够加以发现 那在这次呢 我想说因为在夏天天气 这个狗狗它的症状 就是一定是胃口不好 包含这个我们人在内 都觉得好热 热的都不想吃东西 所以在狗狗在夏天 猫咪在夏天的时候 往往就会比较挑食 这时候主人呢 可能就会 用一些这个人吃的东西 或者比较香 比较油的一些东西 来喂养我们的毛孩子 那我想这有个病例 刚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有一个客人 它的狗狗叫娜娜 它是一只大概八岁大的 一个母的一个贵宾 体重大概五点多公斤 快六公斤 在贵宾来讲 六公斤大概算是比较 有一点点分量的 那依照这主人来说呢 他在八月一号有带来门诊 他说呢 他大概在三四天前 因为有这个洗饼 就是那种古老式的洗饼 圆圆的 然后这样切了好几份 那样子 上面很多芝麻的 这样子的这种洗饼 他就给他吃了两块 结果没想到呢 第二天就开始 不吃饭 他不太想吃 而且开始呕吐 到了第三天呢 竟然开始拉雪变出来 所以呢 就在这个 这个月的八月一号 带来我们医院做的检查 经过一连串的 咽血化验 还有超音波来看 是否他有肠阻塞 或是说一些 其他的肠道方面的问题 但是呢 在咽血的时候 我们发现 几项这个生化的指数 都相对于 都指出来 他是胰胀发炎 所以因此呢 经过三四天的住院 然后点滴 然后再试图 喂一些低脂肪的一些食物 他在三天之后 就OK了 就稳定多了 那第四天就出院 所以在这边呢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 整理一下 胰胀炎到底 有哪些的胰胀炎 到底哪些的临床症状 在我们日常观察中 我统计一下数字 大概90%的胰胀炎 会有呕吐 90%是绝对不想吃东西的 因为他肚子 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第三个呢 就是虚弱 大概占了60%左右的case 第四个呢 就腹部疼痛 然后另外呢 因为他呕吐 拉肚子 所以40%左右的 胰胀炎的狗狗 他大概会有脱水的症状 那我们想说说 如何来避免呢 因为这个 有时候就是 他就贪吃嘛 就非常喜欢吃一些 有的没的 那当然因此呢 我想就有一些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发生的原因 大家能够尽量来避免 第一个 排名第一就是肥胖 当他肥胖的时候呢 他对胰胀功能的负担 就是非常非常的沉重 所以对于胰胀的发炎 就比较容易发生 第二个呢 就是吃了高脂的食物 就是脂肪的含量越高 他对于胰胀消化功能的 这个负担也就越重 那另外呢 就最重要的就是 有乱吃东西 而且呢 平常喂人食的 这种一个症状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狗狗 要更是特别特别的小心 有时候吃了两三块 这个我们讲的 那个三沾控把 那这个控把吃下去 其实真的 不仅是盐分过高 而且呢 脂肪含量非常的高 他对于急性的 这种胰胀发炎 往往就是一个 他元凶之一 这叫特别要小心的 那在这个平常 在如何的预防 或是如何能够避免 这个狗狗或猫咪 得到胰胀炎呢 我们这边强烈的建议 就是说主人 第一个 他一旦有发生过 胰胀炎的case 这样子的病情之后呢 我们强烈的建议 就是第一个 一定要给他吃低脂肪 而且是高碳水化合物的 处方饲料为主 因为一旦再吃到太油腻 甚至于太炸的 或是卤的那种肥肉啊 或者脂肪含量过高的 他往往很快 就会复发胰胀炎 那我们一般来讲 脂肪的含量呢 我们建议是 不要高于10%的食物 在最重要的 那当然 最好的保护我们 毛孩子健康的方式 就是呢 绝对尽量 避免吃我们人的食物哦 因为这个脂肪含量 真的是无法 无法估算的 有时候我们想说 一个油炸的鸡腿 它上面的那个皮脂 上面的含量的油脂啊 真的有不晓得多少 对于毛孩子来讲 是一个非常沉重 沉重的一个负担 好 在此我们提醒大家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 对于宠物的食饮食方面呢 千万不能养成坏习惯哦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能够邀请到 我们新北市 王鹏灯物医院的一位主治医师 彭品杰 彭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彭医师跟他打个招呼吧 哈喽 杨医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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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彭医医医师呢 他在这个犬猫的眼科方面的疾病 是非常非常 而且呢 而且做了好多一些研究也好 或者说这个呃 发表一些这个论文也好等等 所以说呢 在这个今天呢 我们想先跟我们彭医师聊一下 彭医师们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 在你日常在看门诊的时候 大概有哪些眼科的疾病 是你最常碰到的 呃 其实人有的疾病 其实大部分全貌 其实真的也都有 跟其他各个各个疾病一样 那眼科的话 其实大概就三个大方向啦 就求表面的问题 可能睫膜炎啊 角膜炎啊 肝炎症啊 睫毛倒叉啊 就是外观上的问题 表面上的问题 对那再来往里面一点的话 水晶体的问题 最常遇到可能就是白内障 然后或者是水晶体脱位 对对往前跑或往后跑了 对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青光炎 就是第三个最棘手的问题 对就是眼压眼压过高的问题 是对 在目前的话白内障 像我们人在做的白内障手术 已经算蛮普遍的 那现在在这个狗狗跟猫咪方面呢 在白内障的这个做的比例啦 或者说这个成功率啦 大概应该也蛮高了 其实白内障如果说真的要到手术的程度的话 应该说他的分级啦 如果说已经是接近成熟的状况 就已经影响到他的视力 基本上是只有手术这个方式 是可以解决他目前的状况 点药的话只是说去缓解他后续恶化的情形 对但是通常是不可逆的 对那手术的话一般 其实现在几乎都已经是SOP的做法 就是超音波小切口的 的那个伤口 大概我们家现在几乎是可以做到 大概3mm 3公里的 就是0.3公分 0.3公分的伤口 对小切口的伤口进去 然后利用超音波乳化 把水晶体乳化吃掉之后 然后再植入人工水晶体 是这样子 OK 所以几乎跟人的一模一样了吗 对不对 对几乎是 对 好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您刚才有提到这个 青光眼之最棘手的问题 那我们晓得白内障的临床症状 大概有的时候 我们主人会自己都感觉得到 好像刚才 我最常听到我们客人讲说 跟蜡蜡像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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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对 好 那在青光眼方面呢 尤其是像早期的青光眼或什么 它这有什么样的临床症状 这个狗狗猫咪的青光眼 有什么样的一些 显示出来一些这个 它的症状 青光眼其实还蛮容易被误诊的 那有时候我们在门诊接触到的时候 其实真的可能都已经 不是第一时间的状况 所以其实看到可能都是比较默契的症状 就是可能很疼痛 然后红眼 然后眼压有时候量起来 可能已经六七十七八十 那种都有遇过 对 那早期的症状通常都还是以疼痛 那疼痛在他们的临床表现 就可能是眯眯眼 或者是眼睛很红 这样子 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 就跟一般 因为我们小的也常常 狗狗调皮捣蛋 有时候跟别的狗玩 弄的一些像这个 结膜发炎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有什么一些症状可以来区别说 这好像不是一般的角膜 或者说这个结膜发炎的情形 那清光眼方面 应该是说如果是比较简单的球表面的问题的话 其实可能点药点个三五天 其实基本上症状都会缓解 对那在清光眼的部分 其实就是真的蛮常容易被误诊 或是延误治疗 就是跟角膜眼 或者是结膜眼 就是做一个混药 对那通常都是拖到最后 就是发现点药点了很久 然后都都没有都没有改善 然后最后才诊断是清光眼 是OK好 那这个清光眼 就是说在这个治疗 您刚刚讲说比较棘手 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晓得清光眼 就是眼压过高 对不对好 那这样子在治疗方面 大概是用哪些方式来治疗 如果是以内科治疗的话 还是以靠点药的方式 对那就是眼压过高 我们两个方向要去解决它 可能减少它分泌的量 然后或者是增进它的排出 就是说在这个眼房里面 就是说它这个能够减少它分泌 或是说加强它排出 加强它的排出 降它这个眼压对不对 对那如果说是真的 比较棘手的案例 就是靠那颗点药 一定都失效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做到外科的介入 那外科的介入 其实也是这两个方向 一般就是如果说是增进排出的话 我们就是做可能引流 灶孔引流 那或者是植入一些引流管之类的 医疗耗材的东西在眼睛里面 对那如果是破坏性的话 减少它的分泌量的话 可能就是比如说打雷射啊 或是冷冻啊 去破坏它分泌的源头 让它整体的量 电防水的量比较减少 也就是说一定是把源头减少 然后能够加强它排出 就是清光炎的治疗的一个原则 对不管是用内科的点药 或是用外科雷射或等等 其他的方式来做 对 OK好 那这样子的话 在清光炎啊 如果到最最最最严重 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后果 会影响到它的视力啦 可能就会变成 可能是弱势或视力缺损 甚至到全盲的状态 那眼睛也会 因为一直持续呈现 一个高眼压的状况 其实那个是会蛮疼痛的 会造成它一个长期的不舒服 有时候情绪会变得比较暴躁 或是比较低落 这个我们还蛮常在临床上发现的 是 OK好 那这除了这个清光炎之外 另外您最常碰到的就是 角膜溃疡 对不对 那角膜溃疡在您这个碰到的 这个比例上面 大概有多少呢 在你一般的眼科疾病方面 其实可能大概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就是进来的量 有这么高的比例 是角膜溃疡 对 好 OK好 那我们先计算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好好分析一下 角膜溃疡的问题 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oncode 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特别来宾 是新北市王鹏动物医院的主治医师 彭品杰彭医师 他是我们眼科的一个 可以称之为专科医师了 彭医师我想再回到刚刚的摆内障 因为在我们这个官方粉丝团里面 有一位听者听众来留言 就是说这摆内障要怎么样来预防呢 其实应该还是要先就近去看一下 眼科医师 他到底有没有摆内障的状况 因为刚才我跟杨医师聊到 其实有一些像是老年的核印化的表现 其实从外观上看起来也是眼睛乌乌灼灼的 但是其实那个是不影响视力 然后是一个正常的退化现象 就水晶体正常退化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先要先去区别啦 那如果说真的真的怀疑是有白内障的话 其实就还是要要尽快就医 那在预防上面呢 预防上的话其实就是可能尽量减少 太阳光紫外光的直接照射 那或者是可能多食物上摄取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些帮助 有些帮忙 对也就是说因为毕竟这个狗狗猫 你给他戴太阳眼睛可能他绝对戴不住 所以能够避免的就是说大白天的 尤其是大中午的尽量不要外出 这边要特别小心 对不对 OK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我们聊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角膜溃疡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角膜溃疡 是你占了几乎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临床病例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听的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角膜溃疡的临床症状 大概是什么样子 其实最常见到可能就是瞇瞇眼 那是因为疼痛的关系 那因为角膜上其实也有一些神经的分布 对那其实如果你自己眼睛有受过伤的话 你就会知道其实角膜溃疡真的蛮痛的 对所以通常进来我们看到可能就是 眼睛是瞇着脏不开 或者是就眼睛很轰 然后开始有一些水状或是浓状的分泌物 对那可能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想 可是我们常常会碰到就是这个主人就说 我刚刚帮他洗完澡 然后突然发现到他突然眼睛张不开 这也算是他的其中之一吗 如果是刚洗完 我们通常会问说 就是他最近可能这几天有没有洗澡 那这个时间点是发生在刚好洗澡完之后 那确实是洗发精的刺激也是真的是还蛮常见到 但那个通常都是两只眼睛很大片的角膜溃疡 有时候就是头上的泡泡可能太浓厚 冲水一下子下来他眼睛来不及避 这样子的状况 也是蛮常见的 也是蛮常见的 那所以除了这个分泌物 然后甚至于就是说咪咪眼 然后常常有很多的这个浓状或是水状的这个分泌物出来 那在角膜溃疡呢 它造成的原因呢 我们刚刚就聊了一个可能是洗澡 一些洗发剂的刺激 还有哪些原因常会造成一些像角膜溃疡的问题 通常主人最常问的通常都是 是不是撞到 是不是抓到 他们都会往外伤的方向去想 就打架 对对 但是确实啦 外伤在在里面也是占蛮大比例的 但是其实透过眼科检查 其实往往是会发现 他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其他潜在的问题 比如说像是构造上的问题 他是不是有眼检内翻啊 或者像比如说像是有一些沙皮狗 然后阴痘 阴痘也非常容易 先天的眼检内翻的问题 造成他长期刺激的摩擦 摩擦 对 然后再来是不是有一些睫毛倒叉的问题 对这个也蛮常见的 那再来的话像类异功能的缺失 比如说他是本来有肝眼症的狗狗猫猫 可是他不知道 对那等到已经严重到角膜溃疡了 才来就医这样子 对那另外在猫咪的话 要特别注意是感染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像泡疹病毒 PE菌这一类其实也是在猫咪发生角膜溃疡 其实前面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有一些病毒性疾病的感染 对病毒性疾病的感染 好那在这个角膜溃疡的时候 那个就是说从外观上 除了眯眯眼之外 我们晓得角膜就是我们球体外面最透明 最光滑的一个角膜 那角膜上我们用我们一般的肉眼可以看到 还有什么样的病变吗 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角膜的厚度其实大概是0.5公分上下左右 对那真的除非真的要破到 可能已经是一个凹洞了 主人可能才肉眼可能稍微看得出来 那如果是比较浅层的溃疡的话 可能还是要透过门诊的 比如说裂隙灯检查 荧光染色的判断 才能去分别出一些比较细小 或者是比较浅层的一些溃疡 是那我的确 因为我必须要承认 我曾经有一次在骑摩托车的时候 我去环岛 结果呢在走苏华公路回来的时候 前面跟了一个砂石车 那砂石车那个后轮啊 就有很多不时就会打一些石头出来 我还真的被石头打到 然后那个是痛到就像针刺我的眼球一样 几乎一眼的右眼睛张不开的 就赶快就到了过了苏华以后到了宜兰罗东那边 我赶快去有眼科医生 赶快看他说我已经脚膜有受伤 就是被那石头造成一些伤害 他说我千万不要去搓揉 不要去弄 那狗狗来讲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对通常 因为那个真的是一个还蛮疼痛的状况 我自己本身有曾经戴隐形眼镜 也是有受伤过 所以我那个真的非常的痛 非常的痛 那在狗狗方面要如何来避免他去抓伤 或者是一句搓揉呢 通常我们就是建议主人 一旦确诊是讲不快的状况 就是可能那个伊丽莎白头套 就是马上要戴起来 就是避免一些二次的抓伤 二次性的抓伤 或者是拿去磨一些家具啊 什么之类的 好 那我们想着说这个角膜 就是我们眼球最外层 最光滑的 最透明的那一层 那是否有些什么特殊的犬种 或是有一些像类似遗传性的疾病 就像猫刚刚您所说的 可能一些炮疹病毒 或一些病毒性疾病的感染 也会有这样子的症状 那在狗狗来讲的话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品种 特别容易有这种角膜溃疡的问题 一般我们门诊比较常遇到 的耗发犬种 也是都是比较短鼻子的 短温犬 比如说像西施啊 就是鼻子短 然后眼睛又很大 凸在外面那种 对 急哇哇也是 然后再来巴哥 对 也是眼睛凸 然后这边可能又有一些皱褶 会去摩擦到 对 就是差不多这一类 就是短鼻子的犬种 其实问题还蛮常见的 对 刚刚你特别在我们一开始第一段节目里面提到就是所谓肝眼症 那肝眼症往往就是说它是因为肋液分泌不全 或者说肋液细胞的分泌减少 那我们晓得有另外一种即便我们叫做樱桃眼 有关于樱桃眼的一些治疗跟这个手术的方式 能跟我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因为我相信这跟我们肝眼症也有很大的关系 OK 所谓樱桃眼 它其实正确的学名应该叫做第三眼检 腺体脱出 对 那第三眼检是一个在猫狗比较还保留的构造 在人类是退化掉了 就是在眼检 就两个眼睛中间 对 最内眼角红红的那个东西 对 那通常都是它后面的一个球状的腺体翻出来 那那个我们叫做樱桃眼 对樱桃眼 就第三眼检线体脱出 对 那在治疗方面呢 在治疗樱桃眼 治疗方面的话通常都是还是靠手术峰回啦 就是把它在等于是一个归位的手术 用就是比较细的线可能再把它峰回 它的那个原本在埋在里面的那个位置 对 那应该在过去来讲的话 有些就是比较便宜形式的手术方式 就是说把它夹起来然后就剪掉 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日后的后遗症 对因为那个腺体它本身大概 它也是一个主要类液分泌的来源的 的那个构造 对那如果你就是一刀把它剪掉的话 其实通常都会造成就是术后日后 它以往可能就会合并有肝炎症的并发症 对那说到的肝炎症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犬种 像什么西施 然后还有北京八哥 对这些其实它肝炎症也常见 他们这个犬种对不对 对因为就真的眼睛很凸 就大大的露在外面 有些甚至是眼检可能闭合的功能都不是很好 对我最常看到就有一些像八哥或西施 它整个好像眼睛外面有一层那种黄色的分泌物 沾黏的非常严重 其实这应该就算是肝炎症有这样子的症状 对肝炎症其实到比较末期的症状 就是咽石量会非常的多 然后就是那种比较浓状的黄色的绿色的 然后甚至是早上起床多到黏住眼睛张不开的那种 对还蛮典型的症状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问一下 就是说这样我们刚刚讲到角膜溃疡 我们说检查的方式有练习灯 或者是说像这个荧光染色来加以判断 好如果判断出来 它真的是得到了角膜溃疡 那依照它的这个角膜溃疡的病情 能不能再跟我们细部说明一下 之后的治疗的方式 或者说治疗的一些原则在哪里 主要是看它破的深度 然后跟有没有合并感染的问题 那角膜它虽然只有0.5公分左右 但是其实它跟皮肤一样 其实是有分很多层次的 0.05 0.5公里 0.5公分 公里 公里 0.5公里 对对对 非常非常保留 对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它还是有分就是很多的层次 包括最表面的表皮层 然后中间比较厚的是肌脂层 然后再来下面有弹力层 跟最里面的内皮层 那一般就是看它破损的程度 来取决于我们后续治疗的方向 那如果说是像浅层呢 就是说它只伤到这个第一层 或是第二层的一点点 那我们的治疗的方式 一般可能就还是以闷症点药 点药优先为主 那有时候看 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会合并 就是里面的葡萄木炎的感染 那有时候除了第一线的抗生素之外 那可能会合并给予一些散酮剂 去做里面的结状肌麻痹的动作 是OK好 那如果说是伤的比较重的 因为往往我们在临床 这个看眼科疾病的时候 它好像有点像地球表面 这样子陷进去一块 那是非常 就是不用染色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角膜上面病变 如果这样子的话 该怎么治疗 杨医师提到的那个可能就已经 可能快要到弹力层拖出的程度 有时候它就是可能像一个颈一样 就是很深这样圆圆的一个洞下去 那其实到深层的角膜溃疡 其实它的疼痛度反而其实没有那么高 因为其实角膜的神经 它主要是分布在比较浅层的地方 对但是因为它破得很深 所以其实只要稍微在一个碰撞 或者是感染没有控制好的话 其实它到穿孔的程度 它那个眼睛可能就比较保不住了 所以如果说到这个程度的话 一般我们还是建议可能就是要 外壳处理介入这样子 好 那待会儿呢 我们也开放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有关于任何方面 这个狗狗猫咪眼科方面的疾病的问题 或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都欢迎call in进来 我们广告之后 我马上回来 我们听一下如何来治疗深层的角膜溃疡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u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受医师杨静宇 接下来呢 我们也开放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call in的电话是02-8369-3398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是新北市王鹏动物医院的主治医师 彭品杰彭医师 那彭医师专门是针对这个犬猫的眼科方面的疾病呢 非常有研究 而且呢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啊 好那彭医师我刚刚再询问一下 就刚刚我们聊到说深层角膜溃疡的治疗方式 那大概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 如果说是今天已经破到可能大概二分之一的以上的角膜 那可能又合并比较有感染的问题 比较脏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到手术的程度去处理 那早期的话其实比较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揭磨皮绊 就是去一块它的眼白的地方揭磨的地方 然后去做一个皮绊的转移 把它盖过去角膜的缺口上面 对那这个是比较蛮古老的一个做法 那随着这几年其实生物耗材的发展 其实还蛮旺 就是蛮多其他的选择开始陆陆续续出来 对那像我们比较现在目前常用的 比如说有组织再生片 对它是从猪的小肠黏膜去萃取出来的一个材质 对然后再来比如说像羊膜片 它是从胎盘去取出来的材质 对那甚至现在是有一体移植 他们就是直接拿猪的角膜去做 比如说五菌处理之后 然后直接可以做一种的角膜移植的状况 是哦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们常有听到就说 有听众朋友来问过我们说 好像那个狗狗妈妈也有戴隐形眼镜 对它是否有相同的一个治疗效果 对但是它比较是适合在就是 还是比较浅层一点点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 对那就是在它就是不用到手术啦 可能就是稍微点个局部麻醉 然后戴好以后 然后可能用缝的或者是用皮钉 把它钉一下钉起来 对那大概一片可以放个一到两个星期 去做一个保护的作用这样子 嗯就是说让它不要去碰到 或者说隔绝一些感染 对对 ok好 那这个在最严重的这个角膜溃疡 它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病情呢 如果到角膜穿孔的话 那个就会比较麻烦 是因为眼睛其实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但是如果你一旦穿孔细菌进到眼球内的话 其实它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全眼炎的状况 嗯就是整个眼睛从前到后都发炎细菌感染 那如果到这个程度 眼睛可能就比较难去挽回去保住了 嗯对那可能以这个这个严重的程度 可能就是要做到就是眼球摘除 才有可能去去缓解它的不舒服的症状 也就是说这样子小小的一个 可能是因为洗澡或什么刺激 然后造成它会去抓 然后把角膜抓伤 如果在我们不再小心的治疗或者出力 它再更严重就变成 刚刚那个彭医师所说的就是到了深层的角膜贵阳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去好好的照顾的话 还有可能就整个眼球的感染 对到时候就就摘除眼球 对OK所以呢 在这个眼睛真的是灵魂之窗 而且它的真的是结构上面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细的 也就是当你一点点小小的受伤或者也不舒服 其实我真的建议就是赶快要带去给你的家庭医师来检查一下对不对 对没错 好OK那接下来我再要请问一下 在这个角膜贵阳这个预防上面 您再有什么一些其他的就对我们听众朋友的建议呢 预防的话首先如果你的群种是比较就刚提到的 比如说是给比较感染症好发的群种凸眼睛的 那可能我建议可能还是要定期去做个眼睛的检查 去看一下他有没有比如说脚慢性的角膜发炎啊 或感染症的状况 那如果是一般的狗狗的话 就是可能外出的话要尽量避免去 比如说钻一些树枝啊对草丛啊之类的 然后洗澡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点 就是头上的泡泡不要一下子太过浓厚的 就是往眼睛的方向冲下来这样子 对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了 可能是角膜溃疡的症状 就瞇瞇眼啊眼睛痛啊分泌物多 那个可能还是要就近赶快找眼科医师做诊断治疗 是OK好那我想说在这个角膜溃疡这边 那我再请问就是说在你一般门诊的时候 你最常看到我们的续组 因为我相信您看眼睛的这个频率比一般的动物越来的高 那你碰到的续组他最常容易发生的一些 比方说错误也好不想讲错误 就这些观念或者哪些不太正确的 或是他的做法上有哪些不太正确的 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通常遇到像一般我们在颜科门诊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问诊会问的比较详细 可能这个病造多久了发生多久了 那你目前使用的药物你有没有带过来 或者是你知不知道这个药名是什么 但是当问到这一题的时候有时候很多世主都会 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他现在点的药是什么 或者是就随便抓了家里看得到的药 但是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就就直接用了 他用了好几天 对那其实这些做法其实都会延误病情 那或者是不是往正确的方向治疗 因为我常听到就说啊我也不知道 我给谁有帮我 或者是说 或者是拿阿嬷的药来点 对对对 他说反正就有一瓶药我就这样点了 对好那接下来就这个这样子的话 延误所造成的一些这个病情上的恶化 或者什么等等 那有没有哪一些这个用药 因为我们晓得不外乎 眼药就消炎止痛或者说散痛 或者说一些像白内障的一个缓解的一些营养 或是预防的这种缓解的药物 有没有哪些药物是特别要我们特别小心的 不能随便乱用 如果就角膜溃疡的问题的话 其实要特别小心的可能就是肋骨唇的用药 对他其实在教科书上他写的比较严格 他是说就是绝对是不能使用 但是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的经验 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使用 但是会特别小心 包括他强度的选择 然后一天给予的次数 对然后跟可能建议我们开了他之后 那他可能要比较密集的回诊 我们去观察他在用药期间上眼睛的变化 OK所以也就是说像类固醇的炎药水 过去大概说禁止完全在角膜溃疡的时候 是绝对不建议使用 对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类固醇对于 整体的立刻的消炎 非常有效 非常有效 有时候必须在考虑两个不同的那个上面 对对 需要一个拿捏 嗯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角膜溃疡 这边我们再讲到 刚刚你也提到引起角膜溃疡 另外的原因是肝炎症 但在这个肝炎症的这个所造成的这个原因 还有一些治疗的方式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说明 肝炎症的话 它其实最大比例可能的原因 其实还是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对那再来有的话 可能是一些药物上的 比如说去破坏了它的类腺分泌功能 然后是减少它的类腺分泌的功能 对那或者是眼睛的慢性的发炎 其实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它类衣 不管是质或者是量上面的一些变化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上面 其实肝炎症这个是我往往就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 因为这样主人有时候早上起床说 我们的毛孩子眼睛几乎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张不开 而且非常浓厚的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分泌物 那在治疗上面呢 在肝炎症 如果真的是确诊的话 目前大概都还是会投与比较就是肝炎症专门的 可能像一些免疫抑制剂的 的眼药眼药水或眼药膏 对那再来的话 保湿跟清洁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课 那一般我们都会教会主人正确的清洁眼睛的方式 然后可能加强每天的眼睛的保湿 来跟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怎么样正确的眼睛清洁的方式 OK一般我们会请四组就是我们都会问他说 你怎么清洁你的眼睛 那大部分可能有的有说用直接用手 去把眼尸扣掉 或者是用卫生纸 对那卫生纸其实比较不建议是你干的卫生纸 其实擦不太干净 对那如果湿的卫生纸沾水 其实你一擦就破了 然后或者是就是会有一些屑屑就出来 对那一般我们在诊间的话 其实我们是准备好灭菌的那个棉球 外科棉球 对然后沾生理食言水 然后去去帮他们做一个眼周的清洁 那如果你是在家里要居家比较徒手好 方便拿到的耗材 如果说你没有棉球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买一盒那种 我们女生在用的卸妆棉 然后一样沾开水或者是生理食言水 其实都可以 那一样沾湿 然后稍微挤干之后去做一个湿敷 然后稍微把他眼睛的分泌物带开 对其实就很好用 那肝的那些分泌物其实他如果碰到的水的话自然就会软化 对那如果说真的就一般的水可以吗 自来水吗 自来水 比较不建议 比较不建议 但诊断之后其实基本上都是不能停药啦 对但是通常都会经过治疗之后都通常都会回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但主人就会觉得 诶他好像好啦那是不是可以不用点药 然后可能中间就偷懒几次 隔了一段时间没有点药 然后就会发现他他可能又变回原本的样子或者是更糟 那个就比较麻烦 是所以肝眼症他除了对于眼睛造成的疼痛不舒服之外 他其实也会造成抓对不对 嗯对眼睛也是会就是有刺刺痒痒的感觉不舒服 是所以对于间接的这个角膜溃疡其实也是有一些 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主因 嗯OK好 那我想说在最后再问一下问题啊 就是在眼科方面呢 您刚刚所说的轻光眼 白内障 然后还有肝眼症 然后还有角膜溃疡 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罕见的来跟我们介绍 罕见的啊 嗯 这个我倒要想一下 在临床上 临床上比较少见 我之前有一个很特别的案例是 他他其实一开始也是一个角膜溃疡 但是在我们经过手术之后 发现我们植入上去的羊膜片 嗯 就是得到了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颜色的变化 嗯 就是正常其实 因为羊膜片其实他本身消炎 抗消炎的那个效果非常的好 嗯 通常如果说即时手术的话 其实大概一个月内 其实他通常都会得到还不错的改善 嗯 那那个案例是在种上那个羊膜片之后 那个区块羊膜片整个坏死 变成像黄色很像cheese一样的东西 他是过敏吗 不是后来诊断是黴菌感染 是非常罕见的 在角膜上的黴菌感染 我们后来回头去查一些paper 嗯 那大概好像 我记得是十年内 好像只有六个还是几个的案例 是就是有养出黴菌的 嗯 对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 even在手术之后 还是要多注意要多小心 对 对 好 我们去电话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名uncode 全能狗s 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接下来呢 我们接听我们听众朋友 call in的电话 我们的电话是 02-8369-3398 那我们线上有位王小姐 喂王小姐 你好 两位医生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人有时候用那个叶黄素做保养 狗狗可以吃叶黄素吗 做保养 哦好 那还有别的问题吗 哦没有 谢谢 好那我们请彭医师给您回答 嗯 可以啊 可以 就是一般如果我们像诊断 那可能有一些 视网膜上病变的问题 其实我们第一线也是先会给一些叶黄素的 就是说针对这个视网膜方面这样子 对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这个叶黄素 嗯 它在有宠物转 那你建不建议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一下买不到或什么 在人用方面的话呢 对但是剂量可能就要算一下 要算一下 对 对 也就是量应该会比较大 会比较大一点 对 好 那王小姐刚刚回答您的问题了 好 那我想说站在一个四组的一个毛爸毛妈们的一个身上 好 我们再接听听电话 喂张小姐 杨医师好 两位医师好 你好 我想请问呢 那个狗狗可不可以吃鱼啊 也就是说狗有没有那个剔除鱼刺的那个办法这样子 会不会被鱼刺卡到这样子 谢谢 哦好 谢谢张小姐 呃 帮我这样 回答 这不是跟眼科有关 但是狗狗他会不会吃鱼刺的时候会把鱼刺踢出来 或者说挑开 我觉得好像不太会 对啊 所以一般可能还是要帮他帮他一下 就是把骨头跳出来 那针对吃鱼这件事情 针对狗狗他适不适合吃鱼这件事 您有什么看法呢 呃 最主要我觉得还是看他有没有怕 最怕是过敏的问题啊 没有说不能吃但是有时候体质因人而异 对那像海鲜类的有时候就是怕 可能吃下去是急性过敏的问题 那个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对的确啊 因为像我们现在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过敏的食物 啊什么呃 呃 马铃薯跟鲑鱼 或者是什么那种成分的啊 其实的确狗狗他我个人的看法也是 就是说他可以吃鱼类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呃 第一个就是我们彭医师所说的 他会不会过敏 第二个真的如果你要吃鲜鱼的话 真的鱼刺要小心 因为我们也开过刀 从这个食道里面把鱼刺勾出来的都是有哦 好 所以千万千万要小心 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我们现在节目的主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般的毛爸毛妈们 您对您这个有什么建议 对于眼科方面 比方说他一年是不是要该检查一次 或者说呃 每一次检查的项目啊 有哪些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因为眼科学的检查其实他还蛮仔细的 所以像比如说像我们我们医院为例子的话 其实一般我们都是以预约为主啦 就是可能一个检查进来基本的检查可能就是三四十分钟 包含哪些啊 对 一进来可能就是先练习灯照相 先问诊啦 就是他今天的问题是哪方面的 那或者是他直立行性的眼科的健康检查 对那再来的话 像我们的练习灯功能都是架照相机的 就是我们可以边检查边拍照 对然后就是先先把照相拍一拍 然后基本的可能染色啊 然后STT类液的测试 然后两眼压 类液测试就要测他有没有肝眼症的 对 就是看他一分钟分泌的量有没有及格 然后另外也是那个染色 就是看有没有角膜溃疡 对 然后再来两眼压 看一下眼压有没有在正常值的范围 对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要做到比如说像白内障的检查 那就需要散筒 那就可能要点个散筒剂 然后旁边等个五到十分钟 瞳孔打开了 然后再来做水晶体的检查 然后跟后面的湿望膜的检查 对 所以这样子一路这样下来 我们做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第一个做了这个眼睛的类液测试 就是他是不是有肝眼症 第二个也量了眼压 这是青光眼的一个前照 对不对 另外还有做了染色 就是说是不是有角膜溃疡 那另外呢 如果有必要做这个 我们讲的那个 那个那个 散筒 散筒的对 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有没有白内障的倾向 所以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下来 大概要四十分钟 三四十分钟 如果他配合的话 如果不配合 那可能就要花更多时间安抚他 对 那您觉得这样子的话 一年做一次够吗 基本上 或者从几岁开始 您建议 一般目前其实大概 八岁以后左右的狗狗 我们大概定义到 就是比较不如中老年的 对 那如果说他已经检查 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比如说是有角膜 可能慢性发炎的问题 或肝炎症的问题 那些当然是要定期的回诊 那如果是只是纯粹的一般性的追踪回诊的话 其实大概半年到一年 其实差不多 OK 好 我想说最后的三十秒 如何让我们每天我们毛孩子的爸爸妈妈们 能够用肉眼 然后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初步的眼睛的一个稍微 帮我们的毛孩检查一下的 要看哪几个地方 看哪几个地方 比如说他的角膜是不是拼滑的 是不是有一些 比如说新增生的东西 血管啊色素啊 你可能要稍微仔细一点肉眼 其实还是看得出来 那再来眼白的地方 有没有比如说冲血啊 很红啊 然后眼睛有没有眯眯的 眯眯眼不舒服疼痛 然后他的分泌物 是比如说水状的 或者是浓状的黄色绿色的 那这些通常都是比较不正常的现象 有些疾病的一个症状 对 可能早期的一些症状 OK 好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的这个 对不起 新北市王鹏动物医院的处置医师 彭品杰彭医师来我们节目现场 来跟我们分享很多眼科方面的专业知识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同一时间 总无当家我们再会 每个宝贝都值得最好的 爱他就是一辈子 本节目由全能狗S冠名赞助 要不得适当 那么 不不 warriors 你们 u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